我是台湾电影天后谢金燕 我希望我身上的旧伤不要发作 我可以永远健健康康的 很漂亮在舞台上唱自己喜欢唱的歌 跳自己喜欢跳的舞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JJ林俊杰 哇我来为谢金燕姐姐加油打气了 希望你在浪姐每次的挑战跟表演都可以破表成功超强 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在成风2024的团建舞台上 谢金燕再度累洒当场 她闹怀深情地表达了自己最大的愿望 酒伤不再复发 能够一直健健康康 漂漂亮亮地站在舞台上 谢金燕的这番话不仅感动了在场的姐姐们 也深深地触动了屏幕前的观众 谢金燕在发言时几度哽咽 眼中泪光闪烁 她的诚挚话语引发了现场的共鸣 姐姐们纷纷落泪 为她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这一刻 浪姐的舞台仿佛变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抛开舞台上的竞争 姐姐们之间的情感显得尤为珍贵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酒伤不再复发 能一直健健康康 漂漂亮亮地站在舞台上 谢金燕说道 她的声音终充满了坚强与无奈 这一席话不仅让姐姐们动容 也让观众看到了她背后的坚韧和努力 在场的姐姐们纷纷上前拥抱谢金燕 为她擦去眼泪 鼓励她继续坚持下去 林俊杰也特地录制了一段视频 为谢金燕加油打口 表达了对她的支持和祝福 谢金燕姐姐 你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都希望你能一直健康 快乐地站在舞台上 一位姐姐激动地说道 这一幕让人们看到了姐姐们之间的深厚情意 也感受到了舞台上的温暖和力量 乘风2024的舞台 不仅是姐姐们展示才艺和实力的地方 更是她们互相扶持 共同成长的家园 无论是在比赛中还是生活中 姐姐们之间的情感都显得尤为珍贵 这次的舞台 让人们更加珍惜姐姐们之间的友谊和感情 也希望谢金燕能如愿以偿 健健康康地站在舞台上 继续为大家带来美好的表演 林俊杰在视频中说道 谢金燕 你是最棒的 我们永远支持你 这段话不仅是对谢金燕的鼓励 更是对所有姐姐们的激励 希望她们能够在这个温暖的舞台上 继续发光发热 创造更多感人的瞬间 谢金燕的泪洒舞台 再次证明了乘风2024的舞台 不仅是一个展示才艺的竞技场 更是一个充满温情和友情的大家庭 希望谢金燕能够克服旧伤 继续在舞台上绽放光芒 让更多人看到她的美丽和坚强 乘风2024不仅是一场竞技的盛宴 更是一次心灵的交流 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姐姐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看到了她们对梦想的执著追求 我们相信 无论未来的路有多么艰难 只要她们携手同行 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精彩 乘风2024的舞台 见证了谢金燕的坚强和林俊杰的友情 也见证了姐姐们之间深厚的情谊 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梦想的力量 看到了爱的力量 我们也期待助谢金燕姐姐 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感动和惊喜 芒果台近年来推出了很多爆款综艺节目 其中30家二次选秀节目浪姐和皮革 更是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爱 如今浪姐舞成团夜节目已经录制结束 录制结束曝光 最终有12人获得成团名额 冠军人选出乎意料 12人获得成团名额 今年有12人获得了成团名额 其中包括陈浩宇 陈丽君 尚文杰 齐威 何杰 刘欣 袁亚维 萨鼎 蔡文静 柳妍 这次扎马狠和韩雪 陈丽君 柳妍 尚文杰 袁亚维 萨丁丁几人能够成团早在意料之中 在每次公演舞台中 他们表现都不错 而且每次公演舞台 他们排名都不错 因此他们基本上一开始就锁定了成团名额 刘欣 齐威 科阶级人也都是通过选秀节目出道的歌手 他们的舞台表现都非常好 而且在今年的节目中 他们几人的人气也非常高 成团也很正常 三人为成团惹争议 每年都会有姐姐为能成团惹争议 今年第五季节目也是一样 有三位姐姐为成团惹争议 他们分别是郑妮可 苗苗和谢金艳 郑妮可是美极韩艺女歌手 在韩国出道发展的她 唱跳舞能力都非常出众 她也非常适合这档节目 在每次公演舞台中 她的表现也都非常好 但最终她未获得成团名额 又不少网友为其名不平 苗苗是正凯的妻子 她毕业于舞蹈学院 虽然再并非专业歌手 不过她在这档节目中的表现非常好 谢金艳则是台湾著名艺人 她当年人气非常高 今年参加浪姐2也没能获得成团名额 当成团结果曝光后 有不少网友表示应该在文静 韩雪不应该获得成团名额 这你可应该代替她们中的一个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应该是苗苗或者是谢金艳 而并非是蔡文静或韩雪 冠军出乎意料 浪姐和皮歌有个不成文的规则 那就是每季冠军都是当年的大咖艺人 今年浪姐5显然没有这样的艺人 因此在前几期节目播出后 不少网友认为陈丽君夺冠的可能性大 但最终冠军却是陈浩宇 陈浩宇也是歌手 演员 她也是通过选秀节目出道的艺人 不过她是通过台湾选秀节目冠军出道的 在参加今年浪姐5时 她的国民度并不高 甚至没有网友看好她 但最终冠军却是她 今年的节目出现过多位冠军候选人 其中包括陈丽君 袁亚维 尚文杰等人 但陈浩宇一直都不被看好 她能够夺冠 也是今年的一匹黑马 当然由于芒果台另外一档节目歌手2024的原因 浪姐5后面的热度并没有一开始高 加上这档节目成团也没有什么作用 因此谁冠军 谁获得成团名额都无所谓 最终陈浩宇获得了第五季的年度总冠军 而陈丽君获得了年度人物称号 齐威则获得年度队友称号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下面是要摇的吗 摇摇摇摇 就是有那个氛围 可以吗 我要开始笑了 再摇一摇 我觉得你要不要再摇一下 不可能会你们手机没电 他们还没开 谁可以教你 谢谢 为了想一种办法 不过我摇的一段子够 没有啊 哦哦哦 好酷哦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可以了 摇一下 可以上下摇 上下摇 好 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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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一下盖 下接上下了 上下让推盖 摇到了 怎么卡住了 Woo! Yes! 演出胜利 男后就不胜了 要不胜吗 该死惯了 姐姐没有单搞这个事情 对